我要死定 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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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保佑 保佑我姐渡个真难关 保佑 保佑 我要死定 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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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是个女孩 姐 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啊 姐你看看 腰上还有一点 姐 快看看 出去 我不想赶紧她 你这是干嘛呀 孩子是无辜的呀 我这边跟您确认一下 孩子出生证登记江欣欣是吧 是是是 哎 护士 你这外边出什么事了 怎么闹哄我们的呀 夏市集团的千金南厂 这才干度过了危险期 你说什么 夏市 是啊 有情人就是不一样 厂科主任亲自上证 小千金正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 一家 夏市 打了 凭什么 没下着的千金也怀了我的孩子 夏俊华那个贱人不是说不想生吗 我在冰屋堂上做了手脚 况且她是我老婆 给我生孩子也是天天地地呀 那我算什么 你明知我有老婆 而且我们也只是玩玩而已 干嘛 想有孩子赖着我呀 你混蛋 行 这巴掌我受 这里呢 有五十万 把孩子打了 往后我们互不相前 你要是敢走 我就去把夏俊华杀了 让他一世两命 我告诉你 夏俊华是夏市集团唯一的千金而如意 又穷又剑的夏人 怎么和他斗 你不会如意的 我不会让你如意的 我警告你 你要是他乱来 就别怪我们的酒精 韩依杰 韩依杰 夏俊华 你们毁了我一身的幸福 我要你们静天余晦地养着我的女儿 你们的女儿 就跟着我一起见到你了 成为你们再瞧不起夏俊华 你 孩子 孩子 孩子好像哭了 不关你的事 姐 姐 姐 你这么着急出院干嘛呀 你和孩子心里都很虚弱 快回去 我还有这个孩子命剑 我配花钱住院 姐 下那么大雨你不要命了呀 姐 妈妈 我这倒是我妈的 你这个贱丫头 你什么事都干不好 我奔奖你了 姐姐这么小就过来帮你忙 你就知足吧你呀 打这么重 孩子是你亲手的吗 她就是个天生来讨诈的贱骨头 你装什么可怜呢 啊 我上去哭 她不听得不打死 姐 谢谢 没事啊 就是在哪 姐啊干嘛呀 欣欣啃你女儿 这么些年 对她非打击嘛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她不是我女儿 她不是我女儿 姐啊 你何必说这种气话呢 妈妈对不起 你别不要我 没事吧 宝贝 舅舅在哪 你就知道 我生我救你 这一张超买的 干行啊 没事啊 舅舅在哪 咋了星星 舅舅弄疼你了 妈妈还打你哪呢 我一块把药给你上了 也到时候留了爸 还有这里 诶 星星 你腰上那胎记呢 我没有胎记啊 舅舅你不会记错了吧 怎么可能记错 我亲眼看到的 是吧姐 哪有什么胎记啊 是那见丫头 从娘胎里带出来 三个东西 洗着洗脱就没了 姐 你不要把渣男的气 撒在孩子身上好吧 舅 你别跟我妈吵 她身体不好 你看看 孩子多懂事 懂事个屁 吃我们小朋友真是快乐 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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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妮真是快乐啊 又妮 这是爷爷送给你的礼物 打开看看吧 谢谢爷爷 哎呦爸 又妮还小呢 你怎么送到这边 哎呀再小啊 都是我下家唯一的继承人 下家的东西 都是他的 爸 你看不管不管了 来又妮 咱们许个宴吹蜡烛好吗 好 我想要全世界 生日快乐 谢谢舅舅 刚才不是哭得挺喜劲吧 喝着都是装着呀 姐 你够了 我还没说你呢 浪费钱给小剑中买蛋糕 星星 别怪你妈 刚才咱欣欣许的什么愿望呀 我许的是 快点长大 然后赚很多钱 让妈妈享福 光是妈妈享福啊 那舅舅呢 是不是把舅舅给忘了呀 没有 我看就是忘了 没有 我看就是忘了 我看就是忘了 不能欣乱 这是夏军华的女儿 是成人的孩子 你认为这 她 应该受她 爷爷 送我辆新车嘛 这小店的骑得还挺快 车刷什么 爷爷恨不得把全世界都送给你 呵呵呵 这快到了 你的生意 爷爷怎么可能迟到呢 哎 怎么了 是个碰瓷的 喂 撞到人了知不知道啊 你看我这傻都变形了 说吧 怎么没见 明明是你自己撞上去的 你说什么 敢说老子碰瓷的 我告诉你 今天不赔钱 你就不走了 呵呵呵 刷开 你到底上手什么 哎小张 刷了刷了 有您的生日益要紧 要费多少钱 哎呦 你看我这手 我给你算一下 务工费 营养费 精神损失费 我给你打个纸啊 二十万 钱都让我走人 OK 臭丫头 敢抢老子的钱 不要命了 哎 你这个手不是断了吗 怎么还能打人呢 给我 别哼 不能别怪老子对你不妥事 好重的酒味啊 让我想想啊 酒驾加恐吓 家勒索 这至少 得判个两三年吧 咯 我舅舅 你就是个什么东西 公安厅副厅长啊 喂舅舅 臭丫头 今天遇见你算我倒霉了 快等一等 敢在我面前欺负了人家 嗯 爷爷 您没事吧 爷爷 您没事吧 哎爷爷 您不用下车 呢 这是您的支票 这孩子 没眼睛 跟君华一模一样 爷爷 您是被吓到了吗 以后碰到这种混混 咱们就硬气点 他们呀就欺碗怕硬 爷爷 爷爷 哦哦 你就真的是副厅长 当然不是了 我哪有这么生气 哦 那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你这小丫头 挺机灵的吧 爷爷 我还得去送货呢 怎么了 爷爷再见 老爷 老爷 怎么了 之前家里去核队 幼灵的接警报告 结果怎么样 医生说 说不会有错 但是君华和英警 都是O型血 幼灵 什么是A型呢 难道是 幼灵 不是君华的青蛇女啊 老爷 这件事要不要告诉大厢 不 任何人都别告诉我 我自己先回去 你去医院 给君华幼灵 做个亲子鉴定 老爷 记住了 我要 万无一失 哇 好气派呀 祝幼灵 生日快乐 你叫我干嘛 是你呀 我们认识吗 刚刚在路上 我们 得少来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说吧 凤姐来想干嘛 我是来送花的 有一个新水柄的叫 叫 嗯 靖州哥哥 你是来送花的吗 你们定着香蜜玫瑰 请签收 谢谢靖州哥哥 我很喜欢 那确认无误的话 我就先走了 等一下 哎呦呦 哎呦 哎呀小丫头 你怎么会在这儿 爷爷 我是过来送花的 刚才不小心冲撞了你 对不起 没事没事 爷爷 您认识她 刚才在路上 出了点状况 幸亏啊 这小丫头出手 爷爷常常赶得急 快来给我的小公主过生日呢 爷爷 今天是我孙女过生日 你就留下来 愣愣愣愣 啊 嗯 谢谢 你就留下来 怎么样 他们俩是不是很般配啊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门当户队 一百万离开我儿子 一个贫民窟出来的下等人 拿了钱就赶紧滚 要不然我就找你妈了 请你不要找我妈 我妈她身体不好 那就要看你怎么做了 门当户队非常般配 小公主 客人都来得差不多了 嗯 在前厅了 我们过去吧 来 快走 喂 姐姐 我的小星星 生日快乐 我的小星星 生日快乐 生日啊 怎么你连二十岁的生日都忘了吗 二十岁 生日 好巧啊 好 什么好巧 姐 你躲我手机在吗 姐丫头 你死哪儿去了 还想过生日 你是贱命配吗 我出来送外卖了 然后客户让我留下来吃点东西 你自己什么身份心里没数吗 谁就还能留你一个成酸 敢跟我扯谎了是吧 我没有撒谎 是我过来给夏家千金算花 所以他们就 夏家 是夏氏集团的夏家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又宁 地址发我 姐 星星啊 别听你妈瞎嚷嚷 我和你妈一会儿去接你去啊 哎 等着我啊 不用了 舅舅 你怎么来了 他们呢 生日快乐 江星星 谢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 你放开我 你当年到底为什么离开我 附近周 你越见我 只要你亲口向我解释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当年我不喜欢了呗 还你了 还能有什么理由啊 你现在是夏又宁的未姑姑 我不是你自首的 好 江星星 很好 先是爷爷 现在又是靖州哥哥 你敢给予我的东西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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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许个月吧 好羡慕呀 这种像公主一样的生活 对于我而已 只能是遥不可及的美梦 不 我这蝶宝贝 修了什么运啊 爷爷 你已经给了我全世界了 现在 现在我只想要一位如意郎君 这点小丫头 靖州啊 看看你父亲什么时候有空 抓紧时间把你们的红旗定一下 来 伯父 其实我 靖州哥哥 要不你先替我戴上 妈妈送给我的钻石项链吧 来来来 就是夏大小姐前天在拍卖会 以一亿的价格买下的项链吗 这些家小公主真是极惯性从外预生了 怎么没了 我明明放在盒子里的 怎么唱的歌吹个蜡蜡都要就没了 大家不会被偷了吧 在座的各位 都是和夏家同一个阶层的贵客 我相信大家不会干这种偷窃的事情 至于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江欣欣 但是我没有偷你的项链 刚我就想问了 这少留社会怎么会混进来个外卖员 这绝对是她了 一个缺钱的虫酸链 渊渊 你是不是随着放她给忘记了 要不咱们再找找 大伙 商务照啊 她是我请过她的客人 我相信她的人品 你们一个二个觉得我的撒谎是吗 我一个倾听大小姐 我欺负她一个外卖员 发生了什么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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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晚了啊 我可算来了 这里有小偷 啊 她 这女孩怎么那么眼熟啊 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位阿姨有点熟悉 游宁 这没有证据知情 你不能乱说的 爷爷 你怎么这么护着她呀 旗儿如此 让她当你的孙女好了 有名 爸 你也真是过分了 你怎么老护着外人呀 你妈妈没有教过你 不要介意不属自己的东西吗 交出来 我没拿 二十年了 孩子 你还好吗 姐 父母人家不能随院进 咱在这等星星就好了 谁说我是来找这个静丫头了 姐 您不能凭女儿的一面之词就定我的罪吧 我无条件地相信我自己的女儿 夏伯母 星星是绝不可能偷东西的 辛苦大家再帮忙找一找吧 星星 搅得这么轻易 她找什么找啊 肯定在她身上 游宁 给我搜 你敢推我 大小姐不先踏处 亲自搜她身是她的荣幸 她竟然敢打人 穷人是不是就是这 我没有 不是 你听听的 你已经无知道了 连我夏军华的女儿你都敢欺负 别搜了 直接报警 军华 我没偷 我没偷 老爷 今天把我给我出来了 爷爷 你今天要什么东西啊 爷爷 你今天要什么东西啊 哦 君华 最近事案我想 什么事情都往后放一放 现在最主要的是处理一下这个小时候的问题 我发誓我没有偷你们的东西 穷人发誓就像狗叫 穷得连脸皮都不要 是 我是没有你们有钱 但这不是你们随口污蔑我的理由 既然你没偷 那你恼羞成怒做什么 被冤枉当人生气 我再说一遍 刚才是你自己倒的 你 不幼脸 我堂堂下家的千金 为污蔑你一个低贱的外卖员 可真是可笑你 这倔贱的模样 和幼稚的君华 是一模一样啊 你看什么呀 不服气是吗 我这一巴掌是为人母的态度 任何人不准欺负我的女儿 那 还是你最好的 干什么的 有杨药寒吗 别拦我 我要接我女儿 既然快跑 既然快跑啊 既然快跑 如果妈妈在 她也会无条件地护着我吗 夏姑母 星星她没有时间醒起 在入场之前 她一直在打电话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当时就在场 我可以为她作账 靖州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认识连送外卖的 认识 看来这两人有点什么 副少爷不是夏千金的慰望夫吗 这外卖员不简单啊 连夏千金的前脚都敢敲 你到底是认识呢 还是不认识啊 我之前给夫妻生审送过餐 江星星 你就这么急着撇开我吧 最好是这样 江星星 你给我认清自己的地位 不要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从未觊觎过不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包括你的笑容 你还敢嘴硬 妈 我要搜她的身 宝贝 这是咱们下家的地盘 随便做什么都可以 不行 这是违法的 靖州 这是你该插手的事 搜吧 不然她不会认的 你给我站好了 再敢动手就真报警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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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报告 爷爷 你给我买股丸了 不 用你 这事 待会再说 去送你住房 是 爷爷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对我遮遮掩掩掩 而且 还特别维护这个外人 爷爷 我没偷 你说没偷就没偷 你凭什么不让我搜身 我也是有尊严的 在你们没有证据之前 不可以把我当作犯人对待 哪来那一家都照顾庇库尊严 群山哪来的尊严 明杰 你 妈 你看爷爷 怎么也老是护着这个外人 爸 你说你心软我知道 但是今天受伤害的是佑宁 她是咱们的心肝宝贝啊 她哪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君华 佑宁是咱们全家的宝贝 但是人家姑娘 也是爸爸妈妈捧着手心里的宝贝 我妈 得枪心比心 爷爷 谢谢你 但我不敢确定 我是不是我妈妈的宝贝 看她这一脸丧气样 肯定是爹不疼妈不爱 小小年纪送外卖 没有什么好的家庭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家庭背景 就你这手脚不干净的劲啊 你妈肯定不是什么好的东西 不准你这么说我妈 我不准你和我妈 我就说了怎么了 你妈就是个下贱的敌人 你 这事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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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儿 我怀胎十月的女儿呀 你哪来的神经病啊 不是叫你 说曹操曹操到 原来 你就是这个小偷的下贱妈 小偷 下贱 给我妈道歉 我 道歉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请你对我妈放尊重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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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成熟受药童人的东西了 啊 我没有 闭嘴 自己臭不要脸就算了 别连累我 你怎么会有帮着 外人欺负自家女儿的母亲 不是嘛 不趁药就算了 还动手 求人都是这么教育孩子的嘛 不是 我说你们俩在我面前演什么呢 还有 你是怎么进来的 你 你 我来看看你 看我 我是你女儿啊 五六 你认识我老公 何止是认识 我这辈子都不会玩几致的男人 什么意思 你就是夏军华吧 果然是钱和权养出来的尊贵神物 那么的金光闪闪 我们这些底层的人是可比不了 胡说八道什么你 好好看看 这个贱人 当年没打掉孩子吧 那这个女孩就是 潘英杰 给我个解释 哼 你要如何解释 我不知你从哪知道我的名字 但是想为你女儿脱罪 也不能这么判情道贡啊 因为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 你撒谎啊 你给我滚开 妈 妈 小娘 闭嘴 秀宁也是你叫的 可惜死了 我爸说的对 你就是要碰刺我们下来的人 不是 不是的 我是你 你是这个小偷的妈 你们这些穷人 平时手脚不干净的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小小姐 请你不要这么无理 无理的是你 贱欣欣 把藏狗叫出来 没有头 你是我妈呀 你怎么都不相信我 难道人家亲戚大小姐还会冤枉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江欣欣 连你妈都不站在你这边 看来你平时小偷小摸的事儿也没少做呀 当妈的最了解子女是什么德行 看来在外卖园是惯偷了 拿出来 害嘴硬 阿姨 你这是干什么 你又是谁 这是我卫护夫 大妈 不是所有人偷东西都会自己承认的 依我看还是搜身吧 搜身 江欣欣 你妈搜你 这种不算犯法了吧 有娘 干什么 她的尊严值钱 我的项链就不值钱了吗 有娘 算了 不能这么算了 拖 阿姨 您刚才说什么 这个臭丫头将来不听话 得给她的教训 你太过分了 这个女人 还是这么恨 我不管你平时怎么管教孩子的 但是在这种场合 你这样做确实不合适 哼 我怎么做不经不需要你教 我用自己的方式 让女儿过上紧密欲识的生活 还要在一丑人面前 把一般吸入她的女儿 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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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脱了 难道人家天津大小姐 还会威望你 蹭蹭的 是要我把你拖是吧 够了 够了 这个人才刚开始呢 姐 你疯了 你又是谁 我是星星的舅舅 有我在我看谁欺负她 不是啊 有舅在吗 一群废物 我的生日夜是什么垃圾场吗 什么垃圾都往里进 有宁 爷爷 都怪你 要不是你放这个小贼进来 也不会生出来这么多事 有娘 不许乱说 妈 现在好了 小偷一家子都来了 不对 你爸怎么没来 该不会说 你没有爸爸 关你屁事 你这么着急干嘛 难不成被我说中了 怪不得你这副德行呢 原来 有娘生没爹教我 哟 这小丫头 嘴这么臭 吃屎了呀 你 是 她没爸 她爸被婊子勾走了 有娘 别管别人家事 爸 我也就是好奇一问 原来 这个世界上 还真有男人抛弃气子 不过 我的爸爸是个好爸爸的爸爸 多大了还撒娇呢 妈 别吃醋 我也爱你 你嘴甜 虚伪的狗男女 可惜呀 你们的幸福是假象 小明是我的孩子 哎哎 出来个人解释一下 为什么欺负本家星星 这事恐怕要问你外甥女 怎么了 咱没吃亏吧 哼 她吃什么亏 是她偷东西 真的 我没偷 就相信你 姐啊 星星是我看着长大的 她怎么可能偷人东西 你都是我 她生来就是个快屁子 你在家 对星星严厉也就算了 出门在外 能不能收敛点 没事星星 不管 咱们走 站住 华 安全 还有这个女的 妈 你放开她吗 永宁 你干什么你 永宁 别把事儿弄得太大了 就是 好 既然如此 看在我生日宴的份上 项链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你 江星星 你必须给我跪下道歉 星星 不能跪 永宁 就让他们走吧 项链 爷爷再给你买 爷爷 这事本来就怪你 我好好的一个生日宴 被他们破坏了 今天我不找点乐子 是不会罢休的 永宁 爸 医着她吧 不然没完 这都是你罐子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当然宠着她 比起一个医的项链 下跪算不了什么 对于穷人来说 钱比尊严难得 待跪就跪也别闹了 到底是我在那儿 还是夏小姐在那儿 穷难倒是原罪吗 是啊 谁让你出生不好 出生不好的是你啊 又宁 是我偷天换日 让你把真正的千金彩彩脚底 行行 不能跪 好啊 不跪也行 给我打 住手 靳州哥哥 这事跟你没关系 给我打 不跪 妈家说 跪 星星 不能跪 舅舅受得住 舅舅 你受得住 我妈受不住了 开死 这金丫头 为什么要带我这般好 好一个孝顺的女儿啊 跪吧 星星 对不起 对不起 星星 这啥够了吧 我们走 行 没意思 放他们走 又宁小姐大气 一一的项链 说不要就不要了 便宁的外卖圆了 一家子情商 还在这一口情戏 你他妈的说什么呢 我家星星不喜欢他破项链 星星 没事 走 舅舅带你回家过生日去 等等 星星也是 今天的生日 爷爷 星星 你今天多大了 关你屁事 爷爷 我今年二十岁 二十 和他费什么话呀 走走走 给舅舅过生日去了 姐 姐你快点走了 这么巧 和我女儿同年同月同日 谁是秘密的 你们到底建定了什么东西啊 作为夏侍的唯一继承人 夏家什么东西不是我的 爷爷到底在建定什么呀 找到了 夏侵华 夏佑宁 非亲生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妈 来 趁热喝了 谢谢妈 拿什么呢 没什么 爷爷的工作文件 哎哟 哎哟 你又把爷爷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 你小心爷爷又说你 没关系 爷爷不会骂我的 不对 爷爷今天就骂我了 还是因为那个江欣欣 过来 又宁 又宁 过了今天呢 就是二十岁了 该懂事了 妈 连你也像那个外卖员说话 不是 他是个小偷 偷了我的项链 他是个贱人 坏了我的宴会 又宁 妈给你一次坦白的机会 他是不是小偷 你心里最清楚 妈 妈 你什么意思啊 妈 我 我给你买的项链 妈 这个不是 又宁 我虽然不知道 你跟他有什么过节 但是你这个项链 一直放在这个包里 对不对 妈 你既然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戳穿我 我夏君华 永远不会让我的女儿难堪 妈 永远 我虽然不知道 你为什么老是找她差 但是 妈永远会无条件地站在你这边 妈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 傻丫头 你是妈的女儿啊 我不是你女儿 但我会想办法 永远做你的女儿 没你这个不要脸的女儿 爸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那你一个宋怪班 你跑去夏家做什么 我说了是夏爷爷他要 闭嘴 便宜看看爷爷 他不是你爷爷 祝你生 姐 你又打星星了 没有 别袒护你妈 闺女长大了 不要动手动脚的 来来来 星星 吹蜡烛 咱们爸生日过了 来星星 好 过什么生日 她出生的那天 是我最痛苦的一天 妈 她 难道我的出生是一个作物吗 是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被韩玉姐抛弃 不会和有你果肉分离二十年 那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星星 你妈说气话呢 姐 我知道你一个人带孩子挺辛苦的 但你不要牵弄星星啊 你知道什么 我只知道 姐对夏家的女儿 要比对自己的女儿好 别老说 你明知道星星不会偷东西 你当着那么多人的命 帮着夏家千金 羞辱星星 我就想不通 你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吗 你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我告诉你 夏丢华是夏丢华唯一的千金 而你 有穷又贱的夏的人 怎么和她斗 是因为人分三六九等的 夏又宁是尊贵的善的人 而我们 是有穷又贱的夏的人 拿什么和人斗 你 所以 不如我们早点认错挨打 早点回来 你要气死我姐 妈 老师教过 人不可以自情自戒 你要教育我 我只是想保护我们一家人 可是 你好像从来没有把我当作过家人 你什么意思 我有些时候都怀疑 我是不是您的精神女儿 你乱说什么呢你 姐 你累了吧 你回屋休息 箱姓姓 十二快了 舅舅 十二快了 舅舅 不难过了 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呀 你妈妈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别瞎说 你妈更年纪了 录影报 欣欣不是呗 欣欣是最棒的 最棒的设计师 舅舅 你是不是偷看我设计稿了 我不仅看了 我还给你偷件例子 妈妈知道了 肯定得生气 她明知道你有这个天赋 还一直让你送外卖 欣欣的才华 不能被埋没 那你疼哪里了 最大的主宝公司 夏世纪团 夏总 这是最新拼品质的设计稿 你过目一下 老气 不用说 这是 怎么了 这个戒指设计太妙了 和二生年前 君华设计那一款 有一句同工之妙了 您指的是 小夏总当年拿过国际大将的戒指 是啊 当时大家以为 君华遗传了我的天赋 快看看 这个设计师到底是谁 这就是那天我们遇到那个女孩 江星星 相识的场相 相通的天赋 世上 有那么巧的事吗 难道 记得帮我呢 我记得放在这 看一下 你 爷爷 你在干什么 啊 又林 你怎么来了 又林毕竟是我宠着长大的 结果怎样 我都不能伤了这孩子的心啊 想你了 还不能来看看你啊 好 你先下去吧 你也在工作 你也先出去吧 啊 夏世以后也是我的 我提前熟悉下工作 也没什么不好 答案 哦 这就是那份鉴定报告吧 有名 一起看看吧 正好 我也想知道 爷爷 到底鉴定了什么东西 好啊 我搞错了 又林 你这是 嘘 啊 爷爷 我觉得这个验台很好看 不如你送给我吧 啊 你想要 就拿去吧 爷爷 原来 爷爷是怀疑 我不是妈妈的女儿 不 不是 当时医院把血精搞错了 我以为 以为什么 以为 我是外面的野种 还特意选择宴会那天鉴定 爷爷 这就是你送我的二十岁生日礼物吗 又林 爷爷错了 也先道歉 啊 我夏又宁 流的是夏家的血 以前是 现在是 以后 也只会是夏家的孩子 是 你是我们夏家 唯一的血脉 啊 这还差不多 我原谅你了爷爷 谁让 你是我的亲爷爷呢 又林 谢谢了啊 夏家的人房付贵给了我 就休想收回去 就休想收回去 喂 帮我伪造一份报告 诶 等会 走 挂着这个 谢谢妈 我只是不想让交警扣了你旧的电驴 我知道了 我会注意安全的 谁啊 佑宁 佑宁也是你叫的 夏小姐 我 你来干什么 如果你是想要找向亮的话 我们这儿没有 你们一家就窝聚在这么个地方 还没我家厕所大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就算大妈怎么回事 每次都肉麻稀稀敬重 好像我才是她女儿 真让人恶心 我是来让你摆脱贫穷的命运 我奉爷爷的命令 邀请你参加夏氏集团的面试 什么面试啊 爷爷很欣赏你的设计 夸你有天赋 所以希望你能进夏氏 真的 嗯 就在今晚 华月会所的贵宾房 你给夏氏偷借力了 吃饱硬了是吗 我有没有说过 不许你画画 不许你去夏氏 妈 我能靠设计赚更多的钱 这样才能让你和舅舅过上好日子呀 说得好 你不就是想帮龙扶凤吗 不许去 不 她必须得去 傻孩子 让江欣欣接近夏军华不是什么好事 她迟早会威胁到你地位 夏小姐 谢谢她不行的 你个卖鱼的 你懂设计吗 卖鱼的怎么了 我还是卖鱼的女儿呢 谢谢啊 我这是为你好 谢谢 但请你说话对我妈奉尊重的 好我道歉 阿姨 希望你放下我们之前的误会 不要耽误的心心虔诚 我希望你能同意 这 我拜托你了 女儿 这是你第一次睁眼看妈 你说什么妈都会答应 好 你去吧 谢谢妈妈 也谢谢你 你先别急着谢我 先把你这丑衣服给换了 这是 面试穿的裙子 不用了 这是爷爷的心意 他给你挑的 收下吧 替我谢谢你 佑宁啊 心心很有天赋 我安排她和你妈见一面 他们一定了得来 爷爷 要不你交给我去办吧 什么狗屁天赋 我要把你打回运行 今晚就是你改变命令的意义 你这面试穿这个裙子合适吗 我妈说让我听夏小姐的 毕竟他们见得多识广吧 夏小姐 就那小逆子 看着就一肚子坏事 舅舅 你别这么想嘛 不过我还不知道 今天夏时来的面试官试试 我有点紧张吗 我没行星啊 一定行 嗯 那舅舅我先进去了 有事打电话啊 一会儿就会来接你 好 姐 你看你还多快 这你看 腰上还有胎积呢 这 哎 舅舅 你腰上都胎积呢 我没有胎积啊 舅舅你不会记错 我有些时候都怀疑 我是不是那个建设女人 这件事 我必须亲自确认 确实有我们夏家的风格 我对她呀 还真是好奇 她是哪位设计师啊 爸跟我卖关子 对 只说我认识她 让我呀 一会儿跟她好好聊一下 小夏总 我们到了 好 夏爷 你不是 我许蓝面 哎 小妞儿 你怎么才来呀 我不认识你是谁啊 哎 陆总赏呢 送你的抹胸裙 我也穿上了 这 你怎么这么堕落呀 不是夏阿姨 这裙子是夏阅明送给我的 闭嘴 你自己堕落 还在当我的女儿 不是的 真的是 心灵和身体一样的肮脏 哎 大婶 你当我妞儿干嘛呀 呵呵 怎么着 你也想加入我吗 你离你远点 行了 别理她 别带你去什么 我不认识 放开我 怎么着 你只认钱 不认人是吧 你给爷似乎舒服了 我少不了你的啊 伤风败锁 走 哎呦我真的不认识她 你求求我 我走 这种事啊 外人管不了 找你妈去啊 夏阿姨 走 夏阿姨 走 夏阿姨 夏阿姨就是我 他妈跟我进去 现在这女孩儿啊 真是不自爱 她妈妈也不说管管她 那个女孩儿 想说什么就直说 那个女孩儿的眼睛 和您很像 尤其是她看您的时候 哎呀 怎么还没来 爸 那个女孩儿还过来吗 星星还没到吗 星星 叫星星吗 我看这回往哪儿跑 我看这回往哪儿跑 没事儿 哥哥喝了你爽的 走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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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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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老娘们儿 在外面都没人管你 在这儿没人能管到长年 你喊呐 你喊呐 哎喊呐 喊呐 啊 救命啊 啊 老娘们儿 你坏了好事儿 你别动他 那行啊 你替他瘦着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我的人 谁敢动 行啊老娘们儿胆子不小 真是爱他们听不到 我滚出去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当然 这是夏家 顶级豪华会 知道还敢这么放肆 老子是这里一把手 那就好办了 撤了华叶的管理层 你以为 你是夏俊华那个女儿头 他就是夏俊华 你有这时间 别跟我俩扯 你好好想想你怎么 尝我 啊 走 咱话别的 请走 我不去 我不去 没听见吗 他说不去 同家们儿 我们男婚女爱 他妈关你什么屁事儿 你什么谁呀你 我是他妈 你说我该不该管 他妈 连你 怪不得 你们两个长得这么像呢 原来是女女呀 要不算这样 咱们玩 一网 俩后 怎么样 找不死 牡丹花下死 坐鬼也风流啊 死在床上也不错了 好啊 来 你干 你要再敢动手 信不信我再带你团然咋个口子 好一个模拟青神 我今天不干死你们 我这老板就白当了 来的正好 给他们两个我抓起来 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呢 谁给你们开工资 谁是老板你们不知道吗 李茂 你是不是忘了 你这个老板的工资 可是小夏总开的 对啊 我的靠山是小夏总 怎么着 怕了还敢提他呀 小夏总该如何处置 什么 我告诉过你 他就是夏军 你不该冒犯他 人事变动的通知都下达了吗 已经办妥了 花园即日起 撤掉礼茂所有职务 永不落诱 夏总 你先承回我 你饶命吧 你就把我当个屁 给放了啊 小不然别人也难受 是不是啊 求你了 你要道歉的人 不只是我吧 啊 误会 绝对我 我错了 我怎么错了 你到底杀害过多少 你不跟你们回事 没有 我发誓 我用人给他把我第一次 我绝对第一次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很赔 是夏 夏佑宁小姐 只让我这么多 我也是没办法呀 哈哈 哈哈 你还不说 赶紧带走 带走 我错了 夏总饶了我 我求你了 带走 求你了 哎呀 我错了 夏总 哎呀 我都不愿意 是我啊 夏阿爷 刚才 我就当礼貌是瞎说的 至于假装你美心的事情 那是个权益之计 别往心里去 夏阿爷 我当然不会介意 反而 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刚才能够报复我 我的用力跟你一点大 阿姨就在想 如果她在外面 遇到这样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 还是非常感谢您 糟了 糟了 我今天是来面试的 但刚才发生那些事 耽误了时间 估计 夏市集团的面试馆 早就走了吧 在找这个吗 这个怎么会在您哪儿 你被录取了 这 真的吗 您是 欢迎你加入夏市 真的吗 是你的才华吸引了我 这是你设计的吗 嗯 说来也怪 你无论是长相 还是天赋 都比我的幼影更像火 哦对了 阿姨啊 为上次生日宴的事情 跟你道个歉 那是个误会 所以 您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您还 妈 醒醒 你知道一个女儿 对于母亲的意义吗 难道就因为她是您的女儿 您就住着我的面吗 爱一生肉灵的时候 差点面都没了 我 过什么生日 她出生的那天 是我最痛苦的一天 妈 难道我的出生是一个作物吗 是 现在出生的那天 是您最痛苦的一天 恰恰相反 她的出生 让阿姨觉得 之前所有的苦难 都是值得的 阿姨是拼下一条命 生下的幽女 那是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所以住着文业又怎样 阿姨没有办法不爱她 护着她 所以啊 你生气是应该的 我没有生气 是羡慕 什么 我羡慕下幽女拥有母爱 拥有没有原则的偏袋 傻孩子 天下所有的母亲都这样吗 不 我妈不是 我甚至觉得她恨我 又宁啊 她本性不坏 只是那天呢 是她的生日夜 阿姨不想把她搞砸了 可是夏阿姨您知道吗 我被前夫所指的那天 也是我二十岁的生日 所以 你真的和又宁同年同月同日生 你 你 孩子 你 该不会 死了 你 出生的医院 是有爱医院吗 你 不知道 可能吗 当年那个女人 是江星星的母亲吧 她为何慌慌张张活作孩子 如果 那个孩子不是她的 那女孩的眼睛和你很像 尤其是她看人的时候 怪我了 你们两个长得这么像 原来是你女啊 怎么了 夏阿姨 这件事情很重要吗 非常重要 那我问一声我的舅舅 好 怎么结果还没出来 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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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怀疑 星星不是你来生女儿呢 算了 这鸟接了我 不出来 还是先去接星星吧 你走什么呀 结果出来了 不看了 你过扔了吧 啊 哎 给我 星星 喂 姐姐 星星啊 怎么了 我想问你一声 我是在有爱医院出生的吗 你问这个干嘛呀 那就告诉我 是不是就行了 难道星星 怀疑自己的身世咯 呃 不是 不是有爱医院 好 我知道了 啊 星星 等着啊 舅舅马上过去接你 嗯 怎么会 夏阿姨啊 我舅舅说 我不是有爱医院出生的 啊 不是啊 那阿姨认错人了 我刚才是疯了吗 竟然怀疑眼前的女孩 是我女儿 那又名算什么 哎 夏阿姨 嗯 我被录取的事情 哦 稍后呢 我会让助理把合同发给你 你以后啊 就是夏氏集团的首席设计师了 真的吗 嗯 我会继续努力打击 行行 你要自信 遇到事情了 要去争取 要去抗准 不要像一个软柿子一样 任人容忍 我不想给我妈提麻烦 所以 我早就有习惯 退后的肥兰 你那是个坏习惯 你得改 嗯 阿宇 是你替那个贱丫头投的简历 是啊 行行被瞎视录取吧 行行是我的女儿 你凭什么自作主张 是你的女儿吗 你什么意思 我一直很好奇 行行那么懂事儿的孩子 你对她非打击骂 限制她发光发亮 你想让她杀鱼 送外面 我想让她认命 她什么命 和我们一样的歉明 只要她还喊我妈 我就要让她陪着我在这穷民窟里待到老死 她很快就不喊你妈了 你什么时候坐在见点 这你不用管 行行真的不是你女儿 我外甥女儿 我 我 你说呀 是 她不是我女儿 那个贱皮子怎么可能是我女儿 行行 我竟然不是你舅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二十年前 你做了什么 人毛晃太子 我把刚出生的女儿送去享福了 我把刚出生的女儿送去享福了 相对 我只能抱回那个贱丫头 被你调放的孩子 现在在哪儿 我捂了二十年的局 心能功亏一篑 我不能说 我也不会说 姐 你别逼我 是你别逼我 你要是敢带着行行 去打扰我女儿现在的生活 我不用放过你们 走 星星 你怎么还没睡 这是什么 这是垃圾 对 垃圾 你偷听 没有啊 我刚回来 星星你有什么事吗 舅舅 你上次让我帮你找林工 明天夏阿姨的发布会上需要个服务员 就是有点累 没事 舅舅这身体铁打的没问题 那 我去告诉夏阿姨 好 夏阿姨 翘得怪气热的 嗯 江先生 我告诉你 别跟这臭餐饮似的围着夏家打转 给工作时间离夏军话远一点 嗯 一提到夏金华和夏家 姐就很反常 难道和星星调换的那个孩子 在夏家 李茂 你这个废物 那天小夏总突然冒出来 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妈 对啊 小夏总非要护着江星星 还自称 是江星星的妈 不可能 江星星 你凭什么抢走爷爷和妈的注意力 凭什么 我的东西 要想抢走 就得付出代价 在发布会上啊 夏时和富士呢 会签订长期的合作 而你作为首席设计师呢 正式露面 代表夏时啊 签订合同 我真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在夏时啊 能力代表一切 我会努力的 这里 就是我梦想启航的地方吗 好像做梦一样 你好 这是谁呀小明星啊 舅舅 就别去一下我 我在实话实说 星星是基本上最亮的星星 哎呀 快走 说认真的啊 待会上台不要紧张 舅舅可在台下看着你 嗯 星星 嗯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如果 舅舅不是您的亲舅舅 舅舅 你不要做这种 没有意义的假设好不好 我会伤心的 星星 我之前很羡慕下用您有一个 无条件爱她支持她的母亲 可是我现在不了 因为我也有一个 无条件爱我支持我的舅舅 这种恋爱 我这个混蛋 血缘有那么重要吗 星星她就是我 一辈子的外甥女 舅舅 你不要这样啊 你别说我没有心理 好 今天是星星的大日子 哎对了 夏月宁在什么地方 你找她做什么 你找她做什么 这就是她念的 她可能在休息室吧 好 那我先过去 她可行 加油 进来吧 您的酒 放那吧 怎么是你 是我怎么了 江星星还真是有本事啊 脱家带口的来夏世 曾吃曾喝 你说话注意点 我是来当服务员的 对 你这种最底层的穷苦人 可不就只能当个服务员吗 你也告诉你那个可怜的外甥女儿 趁早滚过她的贫民窟 这里可不属于 星星凭本事留在夏世 不服 找你妈去 你 把你的酒端走 我从不喝你这种穷人端来的酒 谁知道会不会沾上什么病菌 不喝拉倒 你 干什么 你要打我是吗 今天你敢动我一下 别说是你 就是江星星也要给我滚出夏世 你干什么 这是胎地 是又怎么样 你你再看 你再看我把你眼睛挖掉 胎地 姐 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啊 姐你看看 腰上还有胎地呢姐 原来你是我姐的女儿 你胡说什么啊 我外甥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我就抱着 她后腰上长得一波一样的胎地 所以才取名星星 现在她的胎地不见了却长在你的身上 你 你记错了 记错了 不可能 我记得很清楚 你有胎地 你就是我的外甥女儿 不可能 我是夏君华的女儿 我是夏世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小夏总 听说夏是来的了不得的设计师 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女孩 她的加入啊 与我们的合作非常有力啊 除了佑宁之外 从未见过夏伯母 如此欣赏一个人 哎呦 我也很欣赏你啊 不然怎么会有今天的发布会呢 呵呵 这说起来啊 那女孩 长得跟张金华 你竟是一模一样 嗯 哦 那到底是个什么人物 我还真的是好奇了 呵呵 呵呵 哎 哎 来的精精粉 醒醒 醒醒 怎么是江星星 哪个卖鱼的女孩啊 傅市的副总 傅京周 你见过她 嗯 京周的王马呢 小伯母 嗯 她就是你刚刚说过的设计师 我现在最得力的助手 是吗 请读观照 这孩子半天都没看到了 也不知道去哪里 瞬间当时上去补个桌 应该在休息室吧 走 咱去看看我的准儿媳 好 走 你敢不敢给我去做亲子鉴定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说我是江欣欣 那江欣欣是谁 夏群华的女儿 夏氏集团的公主 江欣欣那个贱 才是妈的女儿吗 你撒谎 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是不是 你们是抢劫犯 是强盗 嘴还挺硬 我现在就告诉所有人 你等去 又宁 我等会儿就来 这孩子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这都是你挂着她 这么多人挤都挤不出来 这有什么关系吗 她现在是夏家的公主 以后啊也是我们傅家的公主 走 去喝点东西 你拦我做什么 我得稳住她 对不起 你也会道歉 我求求你了 不要告诉别人好不好 今天外面来了很多媒体 把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好的 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就是要召告天下 欣欣才是夏氏的公主 看你以后再欺负她 舅舅 你 你叫我什么 你不是说我是你外生女吗 我求求你 一切等发布会结束之后再说吧 为什么 因为今天对于江欣欣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她是作为设计师首次亮相 代表我们集团跟傅家签约 你也不想看到发布会被取消 她失落而归的样子 你没有骗我 我没有 你可是我舅舅啊 我以后肯定会孝敬您的 还有 还有我亲妈 你等会儿 你先别叫我舅 发布会结束之后再说吧 你 星星 星星 怎么 怕我下毒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为了庆贺你 成功取得了我爷爷 还有我妈的芳心 他们现在眼里可只有你 都忘了我也是夏氏的设计师呢 我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抢什么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真假 是啊 你说的对 毕竟家里人的地位谁也取代不了 你说对吧 之前是我太善渡了 给你造成了很多不便 我向你道歉 希望 你能不计前嫌 爷爷和小夏总对我这么好 我也该对他们的家人大毒性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哎 糟了 我妈让我去请傅叔叔 我给忘了 傅叔叔是傅金舟的父亲吗 对 是我温婚夫的父亲 傅氏集团总裁 嗯 啊 星星 要不你帮我去一趟吧 发布会快开始了 傅叔叔要是不到的话 恐怕不太合适啊 我去不太合适吧 不会的 有什么不合适 毕竟 你也是今天宴会的主角之一啊 那好 什么主角 你即将能为身败名利的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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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有意义 为什么没有意义 啊 我要你辛苦告诉我 只要你告诉我 当年不是你主动离开我 主动放弃我 我一定会挽回你的 对不起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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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休息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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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你说 是我 不要 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到富士和夏士的合作会 下面让我们有请两方的代表上台进行最重磅的签约仪式 有请富总和夏士的新人设计师江欣欣小姐 欣欣呢 老傅呢 不会是 又你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刚刚 刚刚我要去请富叔叔 江欣欣知道了以后表示要替我去 结果到现在都没回来 剪骨头 阿姨 不如我们先去看看吧 你误会了星星可不是那种女孩 你家的好设计师前几年可是扒着我的儿子不放了 天再倒好 儿子没戏敢惦记起老子了 我今天就把那热书妹脸给撕了 什么 星星跟荆州 这这 夏士的设计师和富总搞在一起了 这事 现在的女孩啊为了丧位 呸 脸都不要了 来来来来来 这这 拿过拿过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啊 江欣欣呢 什么星星月亮的 我在这都休息半天了 也没人喊我 呦 是个要务时间呢 怎么可能 那个女人呢 佣妞 你在呼唤什么 到底哪里出了差错 不对 今早怎么不见了 傅公子在隔壁休息室 我刚才看到他进去了 不可能 你 你 对不起 你要对我负责任 你可是吓到你那位皇父 可我现在是你的人了 你这样是错误的 那就将错就错 我 江欣欣 我要杀了你 原来说你是目的不是副总 是副公子 可是这副公子 不应该是夏晚宁小姐的未婚夫吗 那他们两家还能继续合作和联姻吗 我这延迟 是 我被想要了 好 把张口救来 这么多年了你还不死心 你死不死 你这屁子 妈 真正不死心的人 是我 儿子他配不上你 既然大家今天都在 也请大家帮我做个见证 我 我父亲周此生 只爱江欣欣一人 非他不娶 父亲周 你这是当众打我的脸 你又何尝不是当众羞辱欣欣呢 我只不过是以欺人之道 还只欺人之身罢了 妈 这就是你和你爷心爱的设计师 你就这样 懂得她偷狂的一切 妞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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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死了 你返劳娘 你派她当女儿好了 妞妞 她做女儿 我去死好了 妞妞妞 妞妞 妈 我不是故 komt 妈不怪你 瞎眼 我带你去包插吧 滚 少跟我加星星的 我真后悔我看走了眼 我真的是被陷害的 还能再相信你 华阳会所那次 你是君子 我真是不敢救你啊 我不是 你倒硬起了是吧 是因为您教过我 要自信 要争取 要抗争 然后你就用在我身上了 不是的 我敬重 所以我不想让您误会我 你可太敬重了 初心积虑地接近我 毁我们下室的合作 抢我女儿了幸福对吗 我是真的被陷害的 是加油你住口 爷爷 别叫我 我不是你爷爷 我是 雅悠宁的爷爷 你这个女的太恶毒了 我不该赢她 露丝 爷爷 别怕 爷爷保护你 妈妈也会保护你的 我告诉你 我不在乎什么合作 我的眼里只有我的女儿 今天她受的委屈 我要让你加倍地偿怀 星星才是你女儿 舅舅 你能说什么 星星 我来晚了 你那话是什么意思 都派我这儿 我要上热搜 我要澄清真相 舅舅 你到底在干什么 星星 以前就太自私了 想永远让你当我的外甥女儿 才麻烦 为了星星的幸福 今天我要把一切都说出来 什么真相 行了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吧 住嘴 我偏顾 你这小丫头 挺阴险的 我不再放任意你欺负星星了 爷爷 你快把这疯子拉走 先替她说往才说 你没看一段她腰上的胎记 你就明白了 什么意思 有胎记的是我姐的女儿 怎么了 是她 是她 她在休息室欺负我 什么 不可能 我不知道什么胎记 但是她冲进来撕开我的衣服 我不害怕地大叫 她才跑出去的 你放屁 这个服务员太挡大抛天了吧 就是 我不跟江星星战了 我求你不要伤害我 你别装了 你让大家看你的胎记 你要做我的女儿 你让你的舅舅来毁了佑宁 你让你的舅舅来毁了佑宁 就是想取代她的位置 来做我的女儿对吗 不是的 什么齿的 她就是你的女儿 齿心妄想 我夏天花只有一个女儿 那就是夏佑宁 妈 你们穷人的野心太可笑 给你点染料 就想开个染房是吗 想当我的女儿 你不配 先是勾引我儿子 现在又想取代佑宁 你为了挤进上流圈子 还真是什么没脸没皮的事 都敢做 我没有 我有妈妈 有舅舅 我不会抛弃自己的家庭 星星没有勾引我 是我抱不了她 妈 我已经长大了 妈 先是那个贱民欺负我 现在靖州哥哥也不要我 我 我不活了 你别胡说 我舅舅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夏云宁 你这个骗子 我 我害怕 敢轻搏我的女儿 我不会让你跑过的 打电话报警 夏云 求您调查清楚再说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女儿 我告诉你 我会让你这个舅舅 下半生都在牢里动 星星 舅舅不会干坏事啊 我知道 我相信你舅舅 舅舅不想做老 好 快追 快追 给我转她 哎 别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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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舅舅舅舅 舅舅舅 你不要死 你不要死 阿姨 你冷静一点 如果不是他 阿姨不会去当什么不服务员 更不会出事 对不起 你帮我吧 你帮我吧 打你 我恨他掐死你 阿姨 阿姨 舅舅一辈才舅舅出事情 舅舅舅 你不是夏耀宁的未婚夫吗 你不在他的身边 你护着这个贱丫头做什么 从始至终 我想娶的只有星星一个人 什么设计 什么工作 我看你就是去逗男人的 你妈是个婊子 你也是 妈 你说什么 妈 我爹怎么样了 我爹怎么样了 准备后事吧 准备后事吧 怎么会死呢 是不是搞错了 妈 还请家属见谅 对不起 我爹还不会死 醒醒 怎么会死 我不是你 你已经死了 阿姨 你把手 阿姨 你先把手放开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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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伯 不是你可要把下方的告知 我去听说我听不会死 你会伤疤成我忍命 他凭什么要忍命 星星有出色的天赋和能力 他早晚有一天 会像他的名字一样闪闪发亮 不要说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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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他的身世 从我抱他回家那一刻起就定好了 他确定是一辈子的想的事 就像我 就像我死人的婢婢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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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我吧 小小 我 妈 妈 星星才是你女儿 你没看一下她腰上的胎记 就明白了 什么意思 有胎记的是我姐的女儿 胎记 女儿 爷爷 你找我 又您啊 爷爷有个不情之情啊 爷爷 我可是您的亲孙女儿 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干嘛 爷爷记得 你的腰上有个胎记 能否给爷爷看看啊 爷爷 你听起那个贱民的话 爷爷只想 确认一下啊 那 那好吧 这 怎么搞的 这 被那个贱民脏手碰过的地方 很恶心 我不要了 原来那个星星胎记 就是我身份低贱的烙印 这不该是我下游泳的东西 我还给你 这孩子 你这么不正经自己的身体啊 你妈妈咬得知道了 一定会伤心的 那爷爷你就不心疼吗 自从发布会以后 我就发现 爷爷你怪怪的 又你啊 新兴的舅舅抢救无效死亡啊 还有这好事 又你 是他先猥亵我再先 他自己逃跑被撤撞了 又你啊 这是他活该 我就这么找你做人了吗 啊 那爷爷想我怎么做呢 这事 是让我下家的地界党出的事 你和你爸 代表下家去吊咽 啊 凭什么 他区区一个贱民 如果你不去 那么 我得重新考虑 下家俊成人的位置了 爷爷 你怎么可以对我这么狠心 是不是因为那个江欣欣 与他无关 这因为 我们下家的俊成人 不该是个 毫无 卑民自虚的人 吊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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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就让我素术绝最后一切吧 你就让我送舅舅最后一针吧 你这个扫把刑 离这远一点 我想给舅舅上出现 可以吗 是你害死他 你不配 他不知道 是夏有年他 你闭嘴 有年他不是这样的事 妈 你为什么 您可以相信一个外人 都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女儿呢 我告诉你加星星 有年就是比你好一百倍 以后别叫我妈了 也不要再踏进江家帮你 妈 妈 你原谅我爸 你原谅我爸妈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从未爱过你 你不是我的女儿 你滚 你滚啊 你给我滚 你给我滚原谅 一闪一闪 脸晶晶 漫天都是小星星 舅舅 你看天上的星星会发光 我不会 谁说你不会啊 咱们星星年纪还小 等你长大了 一定是全世界最耀眼的星星 那等我会发光了 妈妈就不讨厌我了 对不对 谁说妈妈讨厌你 她呀 只是不会表达 妈 星星学着发光 给妈妈一点时间 学着表达爱你 好不好 嗯 我会努力的 星星最棒了 学长 星星就会你 哥哥 你知道吗 别着急 但就是 Δ 我赶健着世界 你怎么办 我准备 sim 我们比较好 以后 来 好 站起来 星星 你走吧 我还要陪舅舅呢 跟我回家吧 我没有家了 江星星 你看着我 不会有人在乎 你看着我 看清楚的话 我在哪里 哪里就是你的家 星星 让我成为你的家人好吗 让我来照顾你 让我来爱你 我不是你们夜里 那个神奖的精神 我只是个大把星 是我害死的救救 星星星 你不能这样 星星 从前的你从来没有被打倒过 现在的你也不可 记得咱俩认识的时候 你们是什么样子吗 你是坚韧的 你是乐观的 你是坚强的 你不能这样 你要振作一点 好 就算别过把星又怎么样 我命硬我不怕 我喜欢早把星 星星 从前的我一直很懦弱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没有为自己做过选择 可是现在我非常清楚 非常明白我自己想要什么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想爱你 我想照顾你 我想陪伴你 我想成为你的家人 江星星 等我回去吧 舅舅已经死不好了 江亚也还需要你照顾 你 你要正经期吗 你要正经期吗 我们要正经期吗 等雨停了 我陪你一起回来 我正经期吗 为什么这里会那么痛 小夏总 您要过去吗 拿一根新鲜的 带毛长的头发过来 干什么要吧 干什么要吧 这里也别管了啊 好的 我给你稍等我一下 我开车吧 我们回去 好 夏总 我还是不明白 上次的鉴定结果 不是没有问题吗 我总觉得事情不对劲 去 想办法弄到 江星星的毛发样板 您这是 这次不用 用你的头发头鉴定了 实际匹配 君华 和江星星的样板 是 你来做什么啊 以前求着盼着我抄你 现在怎么 不欢迎我啊 哪为你这个 尚未成功的坠询 还没忘记我这个旧情 我就不多还你废话了 说吧 你知识女儿 到夏家什么目的 怎么 怕我破坏你的荣华富贵 江文 你当初是收了我钱的 为什么没有打掉那个孽主 孽主 那夏菌华生的那个呢 是宝贝吗 龙什么龙 风生犯 江文 你得忍清自己的身份 真的是这样吗 他夏菌华生的孩子 就一定比我的孩子高贵吗 是 事实就是如此 你得认 那如果我告诉你 你又明是我的孩子 江星星才是夏菌华的女儿呢 你说什么 你还不知 尤尼 别碰我 尤尼 尤尼 爸 你 放下 我 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说 我当初礼貌换太子 帮你和江星星调换了 你才是我的女儿 原来江欣欣的舅舅说的是真的 女儿 闭嘴 我叔会要让你当妈妈 爸 原来是你搅他两条船搞出来的事 又娘 我们回去再说 或什么 作为一个男人 你未免也太失败了一点 又娘 你说什么呢 你自己搞出来的风流寨 不打扫干净 现在还来连累我 当初就是你让他打掉我 不是 又娘 我没打掉你 又娘 你吃我的骨肉我很爱你的 你看 我还把你换到富贵人家享福呢 闭嘴 吵死了 你换掉我是因为爱我的 是想报复下家的人罢了 又娘 要换就换得彻底一点 我 为什么还要蒋欣欣回来 你安的什么心 我已经把他赶走了 蠢货 要和他一起滚出这座城市 他害死了我弟 哦 原来是那个服务员啊 尽亏他死了 不然的话 他会把秘密给说出去的 死得好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他是你救啊 他是你救啊 闭嘴 我说过 我没有舅舅 你也不是我妈 真要为我好 就把这个秘密带到坟墓里去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吗 只要你锁了 我无所谓的 爸 我们走吧 我会去锁了 怎么会 我女儿怎么会这样呢 我女儿 这件事情千万别告诉你妈和你 爸 我从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脑肿 妈 别叫这么亲热 不管是我 还是江欣欣 都不过是你攀高枝的工具吧 不是 江欣欣怎么能和你比呢 那种贫民苦长大的衣服 行了 用不着讨好我 现在你我是一条生生的蚂蚱 我不会告诉妈 你也把嘴巴给我闭紧点 是 是 现在要解决的 就是江欣欣了 怎么了 当年我不告别 你真的不怪我吗 怪的 怎么不怪 当年我妈告诉我 说你是为了钱才离开我的 对不起 可是我不相信 如果你真的只是为了钱 那简单 我最不缺的就是钱 只要你愿意回来 让我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其实我不是因为钱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妈嘛 行行 是我妈用你母亲的事情威胁你了是吧 不仅仅只是神谣 我妈妈也说我陪不上你 你妈那是胡说八道 我妈妈那么做 一定有她的道理对吗 她独自一个人把我拉扯长大 她也很辛苦很伟大 是吗 可是你妈她对你并不好 我也 她只是不会表达爱 天底下 没有自己的妈妈不爱自己女儿的 对吗 我妈妈她肯定也很爱我 她 一定不是真的想把我赶出门的 好了 等不了这个了 我 住进来会不会不太好 毕竟你现在的身份 只是夏佑宁为婚夫 行行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夏佳的婚事 我爱的一直都是你 如果真的要有未婚妻 那也只可能是你 没有别人 可是你 你妈妈不喜欢我 是我娶你 又不是她娶你 关她什么事啊 她是你的家人啊 可你也是我的家人呢 行行 你以后 就好好待在我身边 不用多想 也不用自责 让我好好照顾你 好不好 附近周 谢谢你 我想听她可不是这句 我爱你 不过了不过了没事了 以后都有我在 谢谢 你先休息一下 我就给你做点东西吃 你怎么了 你别着急 我可能就是淋雨着凉了 不行 明天 我带你去看医生 好 嗯 怎么是你啊 怎么 见到我 很惊讶吗 你是怎么进来的 这话 应该我问你才对吧 我才是靖州哥哥的未婚妻 她从未和你订婚 你懂什么 这婚事本就是两家磨人 你算个什么东西 她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大年不财的小三 你敢打我 我说过 有人教我要学会抗争 我以后再也不是任人难尼的软世子 我妈交给你的东西 你就这样用来对付她女儿 是你先为难我的 江欣欣 我是上等人 你是下等人 我教训你 你就该收着 如果你今天就是来和我设置信闻地址 那我收个份 不许走 你凭什么抢我东西 我没抢 你抢走靖州哥哥 还要抢到我的夏天的位置 凭什么 你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的 滚开 学校 靖州哥哥 学校 不是我 是她自己 夏永宁 如果星星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饶不了你 情况呢是这样的 永宁 永宁 怎么样了 永宁 还好吗 妈疼死我了 江阿姨 星星刚才晕倒了 这才刚醒过来 哦 你 妈 你多怪这个江星星 我会不会等脑震荡 不怕啊 不怕啊 星星 你怎么总是欺负又宁呢你 夏阿姨 我没有 你还狡辩 我抵辑还不够是吗 你到底是星星的妈 还是夏永宁的妈 静一静 检察机我听听 不好意思医生 你继续吧 外伤倒没什么 但是 有份报告不太好 是血癌晚期 怎么会呢 是谁啊 谁的宝宝 是江欣欣小姐 医生 医生 吓死我了 不可能的 星星她平时身体很好的 要不咱 咱们再检查一遍 还好 我还以为 以为什么 但夏永宁的命是命 星星的命就不是命了是吧 你们听我说完好不好 夏女士 五年前 夏世来我院做慈善活动 您曾经在我院 入入过一份您的骨髓样本 就是为了方便 救治有需要的人 哦 我记得这个事 现在可有用户之地了 经过我们比对 您的骨髓样本 与江欣欣小姐的 恰巧吻合 什么 所以 只要您愿意的话 我们会立刻安排手术 为江欣欣小姐 做骨髓移植 是因为亲缘的关系吗 为什么 为什么 老天爷就不能让江欣欣死透 星星 你听见了吗 只要你做完手术就没事了 不用怕 你瞎紧张什么 欠丫头命硬着呢 把我弟渴死了 她跟没事人一样 夏伯母 您看 您什么时候有时间 安排一下手术 妈 我难受 我们再去做个复偿 啊 夏女士 您决定好了吗 我们好安排手术一起 谁说我要帮她骨髓移植了 您说什么 夏女士 您要不再考虑一下 我当时领骨髓的样子 的确是为了救人 你就是人无所谓 唯独她 我行 看来 老天还是站在我这边的 你们之间好像有点误会 要不我先出去 你们聊 你们聊 夏夜 我可以问您为什么吗 你怎么还有脸问为什么 你几次三番的欺负我的幼女 我都没找你算账呢 你还奢望我救你 可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夏伯母 只要不是我的女儿 谁的生死跟我有关系 现在要死的 就是你女儿啊 走 我们去复杂 夏阿姨 我没有针对过幼宁 可能之前有什么误会 我向您道歉 求工具就可以了 我还要很多事情要做 谢谢 夏老婆 算我求你了 进出哥哥 江熙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跟你在一起是出于忌妒 他说过 他要抢走我为我的一切 你闭嘴 妈 那你救他吧 我不争了 说什么傻话呢 你想要的东西 妈都会帮你抢过来的 你只是贱命一条 我女儿失去的可是爱情 她的幸福 大于一切 我不会救你的 我们走 醒醒了 别担心 一定会有办法 江阿姨 您是星星的亲人 您的骨髓 应该会和星星的适配 要不然咱们检查一下 兴趣还有一些生机 好吗 江阿姨 不合适的 肯定不行 我们甚至都不愿意试一试 醒醒 一定会有办法的 想想我 是 好 你都会吧 我该走就醒醒了 我 您改变主意了 你真的一点不关心又宁的情况吗 检查结果无碍 我让她又留院观察了一天 小宝宝 你想说什么 我本来是想救星星的 这孩子跟我年轻的时候太像 但你说像又能怎样 她终究是个外人 又宁不一样 那是我的心肝宝贝呀 为了她 我可以做任何事 包括对星星见死不救是吗 你我都是生意人 咱来做个交易吧 您说 你跟又宁订婚了 我救星星 您把星星的命 当成交易的筹码 不要试图跟一个母亲讲道理 如果你想救星星 后天晚上八点 你给我准时参加订婚宴 星星 好 手术结束之后 我们今天要好好吃饭 不要忍 你以后天真的要去吗 冬天换季的时候 记得多穿衣服 夏天放肩 你看不见得太低 你生病了 你真的要和她救活 醒醒啊 醒醒啊 这个筹码对我来讲太重了 我没得选 我希望能活下去 可是我已经没有救救了 如果我再失去你 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呀 命重要 你不想活了 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听话 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好吗 不紧张 拜拜 对不起 我昨天能不说这一句 我也爱你 我也爱你 什么 金周哥哥要和我订婚 瞅你高兴成那样 妈不是说过吗 只要是你想要的东西 妈都会把你抢回来 妈 你对我太好了 这 是不是对心情太过灿烂了 爷爷 你走错病房了 江七星在楼下呢 你们 爸 我知道你觉得我这样做很自私 残忍卑鄙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 我女儿想到她喜欢 我必须为她整句 说得没错 但我担心 你认错女儿了 君华和欣欣的亲自鉴定 什么时候能出来 后天 是丁徽那天 但也一切都来得及 为何那个贱丫头划清界限 君收了 扔出去 你 你 敢披着我残钱 你 果然是下去我的建筑 傻丫头 为什么要做多余的事情 拿走 我 我知道我存的这些钱 不足以让你安详万年 但是我说如果 如果我活下来了 我会赚更多的钱 我不要你的钱 妈 你知不知道你很讨行啊 管不得不就这么不要钱 是的 她很好 我 你为什么总觉得每个人都很好 我创销不是她的就是妈你 你为什么还要给我养老 因为你是我的妈妈呀 我不是你妈妈 你自己 你别这么死了 别这么死了 要不然你就会托梦来骂我的 你就要拿着吧 不然姐姐也会托梦来说我不孝顺吧 算了 没空和你撤 永宁小姐 您这 事情都处理干净了 蒋宇死得非常干净 没人能回到您的头上 我做事 您放心 这还差不多 滚吧 您要休息 您们慢聊 慢聊哈 有您啊 你给我比爸很 我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 等蒋宇出院后 我会让他 还有姜文一起离开这套城市 以后我们就没有合谱之用了 爸 你还没长教训啊 你什么意思 当初要不是你对姜文留有余地 会给我惹这么多事情 要想高枕无忧 就得斩草除根 你要杀了他 说这么难听干嘛 他不是本来就学爱挽疾 可等你和福晋州订婚后 你们还要救他呗 婚是要订的 妈的承诺 我是不会让他实现的 妈这么疼我 只要我卖卖惨 他什么都听我的 那毕竟是一条人命啊 你当初让姜文打掉我的时候 就没想到 我也是一条人命啊 行 只要能保证我们父女俩的荣华富贵 爸都听你的 我要的 可不仅仅是夏家的钱 我还要夏家的爱 很多很多的爱 只要姜欣欣一死 我就可以取代她成为一辈子的夏家公主 谁 谁 谁 是我 我只是想来看看我女儿 我不是你女儿 我不是你女儿 佑宁 我刚才是不是听错了 阿宇不可能是你杀的 是又怎么样 她是你舅啊 我说了多少次了 你不是我妈 她也不是我舅舅 怎么会是这样的 别哭了 让人听见就弯了 舅娘 咱们别干坏事了 放过新鲜吧 等她好了 我第一个把她撵走 真是稀奇啊 你倒是心疼起仇人的女儿来了 我 这是什么 没事 给妈妈的养老钱 就这么点小文小会 就把你给感化了 你知道星星要送多少外卖 才能攒得这么些钱吗 她的贫穷是你造成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别 别忘了 这一切最后的根源可是你 你说 要是江星星知道 你换走了她的璀璨人生 她还会给你养老吗 会不会恨不得 把你给杀了 从你换狠的那刻心 你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舅娘 她这一出界 会不会乱说呀 喂 李茂 还想不想再多赚点 妈 你谁啊 你谁啊 你 医生 医生 她怎么样了 病症一家外伤 必须立刻手术 可是 夏君华女士今天忙着 为女儿办订婚宴 来不了 来不了了吗 妈 没事的 我能坚持 不 她必须来 她必须来 妈 众所周知 我夏君华呀 只有一个宝贝女儿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真想让我的女儿啊 当我一辈子的小公主 但是孩子们 终究还是会长大 今天 当着各位的面 我就把我的宝贝公主 交给傅家的继承人 傅京周 听说之前有个穷双女 就是她 夏夏公主怎么会送给傅人呢 好在结果 也是门当户对啊 刘宁 十岁的时候 你学过一个善良 说想要得到全世界 妈妈就尽一切的能力 让你拥有这个全世界 现在 去拥抱幸福吧 谢谢 我 我是一Per 一个这样位 我找到你 我找到了 我找到你 不想找到我 你找到了 你找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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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不到 我找到我 我找到你 我找到我 我找到你 我求你救救星星 我不是说过了吗 订婚宴结束之后我安排手术 你一刻都等不了了吗 快起来 快起来 还有你 你个病人 你不躺在手术床上 你跑这来干吗你 压了点什么 星星 夏女士 星星一刻都不能等了 她会死的 你什么意思 星星生了早上 医生做了最佬老上手术 星星 你怎么样 我记起来 那个床上里救出她 还不死心呢 也不看上自己什么家事 救出 明明我离幸福只有一步了 为什么 妈 是不是我不配拥有幸福 谁说的 他们还能来婚闹 那就证明死不了 来人 把这两个爱撒谎的母女 给我扔出去 我没有骗人 你信信号 救救星星 救救星星 你怎么拉开 你不要这样 你不客气了 我们走 你得救星星 我的女儿还委屈着呢 我救你女儿 你给我一个救她的理由 因为她才是你的女儿 她才是你的女儿 什么 你说星星才是你的女儿 那这个理由够不够 妈 你胡说什么呢 你再说一遍 我说 又宁她不是你的女儿 星星才是 你见不得我好是不是 先是江星星她舅舅 然后又是她妈 一个又一个编造这些可笑的谎言 妈 妈 爸 我知道 你是不会相信你对吧 对 别担心孩子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配做我的女儿的 你的女儿 还入不了我的眼 哎呀 乔林真是不记得了啊 夏耀玲从小就夏家长大 怎么可能不是夏家了 就是 儿子你别犯糊涂 夏的人永远都是夏的人 妈 你信我一次好不好 这就一次 妈 你别为了救我 把我往外退好不好 谢谢 妈妈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妈妈永远不用跟女儿说对不起 我不需要一个很友情的妈妈 我只需要一个爱我的妈妈就够了 不是 我懂啊 妈 你就任由这些人在我的婚礼上哭丧吗 要哭你了给我出去哭 我告诉你 是你先撕毁的这个协议 捐骨髓 没哪儿 夏侯侯 我求你了 你别这样 你救救醒醒 你不能这样 你会后悔的呀 我夏君华字典里就没有后悔两个字 不 你肯定会后悔的 爸 你怎么才来 爷爷 为了确保忘灵医师 我金三医院拿了报告 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 什么报告 你和江青青的亲者鉴定 你自己看看吧 妈 母女关系属实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你一五一十的都给我说出来 二十年前 我做了韩依杰的情人 比和夏君华同时怀孕 韩依杰为了保住在夏家的位置 抛弃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 我好恨啊 我好恨啊 凭什么夏君华的女儿就比我的女儿高贵 所以 当我得知夏君华和我在同一个医院长远 我却调晃了两个孩子 是 让我的女儿去单身的人 而夏君华的女儿 就陪着我做下顿手 所以 又宁是你的女儿 星星才是我的女儿 是 我的女儿又宁 再生下来就有一块星星太近 所以他舅舅才给他去命为星星 舅舅 你闭嘴我杀了你 看不起的女孩竟然才是夏家千金 为什么要开这样的玩笑 你为什么要获得我的女儿 对不起 你闲心 你别怕我 水女孩 你受苦了 爷爷 爷爷亏欠你啊 你别怕我 我做错了 我做得太理会了 我差点因为别人的女儿 害死我自己的女儿 妈 我不是别人的女儿 我是你的女儿啊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是又怎么样 反正都已经错了二十年了 为什么不能继续错下去 啊 又宁 你给我闭嘴 小金星她早就习惯了一无所有 我不行 妈 我是夏家的掌上明珠 我不可以的 滚 妈 你差点害死了我的女儿你 请打我 哈哈 不是还没死吗 她怎么就没死呢 给我带走她 我下句话只有一个女儿 妈 不要 妈 妈 闺女 你别这么叫我 小熊 你先行 小熊 你先行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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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过来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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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你赶紧过来 快去跟妈妈去医院 小熊 我不去 为什么 妈妈要给你骨髓 小熊 谢谢你 但我不需要了 傻孩子 你在说什么呢 你说可笑不可笑 整整二十年 我都生活在一个谎言里 全都是假的 小熊 小熊 就连江星星这个名字也是假的 我没有太近 我不是星星 可你是我生命当中的星星 你不喜欢这个名字 妈妈可以给你改呀 星星 你生了我 但你不是我妈 这一切都是妈妈的错 你养了我 但你也不是我妈 从前我以为我是个坏孩子 所以你才这么讨厌我 现在我才发现 我竟然都不是你的女儿 可是 现在我把你当做我的孩子了呀 我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那我呢 你连我都不要了吗 周琴 你知道的 我想听的不是这句 可是我好累啊 我坚持不下去了 小熊 小熊 你要干什么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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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闪一闪亮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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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天都是小星星 舅舅 行星 你来了 是不是就又不在 有人欺负我们家行星了 那你为什么哭啊 舅舅 你说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呀 这个问题挺深哦 你知道舅舅没读过几天书 不过 我想 付出的爱总是真的 爱 对 星星对妈妈和舅舅的爱 我都知道 舅舅短暖的人生里 有你这个外甥女 知足 幸福 舅舅 星星的烦恼我知道 不管哪个妈 想认就认 不想认就不认 只要我们星星开心就好 回去吧 为什么我舍不得你 想舅舅的时候 就抬头看看天 天上有颗星星 是舅舅 真的吗 快回去吧 不要让爱你的人 等太久 太好了 他醒了 吓死爷爷了 让你们久等了 对不起 谢谢你 谢谢你 还有呢 挂开我 挂开我 打得太久 打得太久 让你做朋友 打得太久 打好 打得太久 打了 跳得太久 打得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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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下